亲爱的同学们,我是小鸭老师 昨天晚上我们在直播间讲解了名词变复数 现在老师给大家重新总结一下 那名词我们知道可以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呢,表示可以用数量来计算的人或事物 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? 首先呢,我们可以分为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 那单数名词呢,要和贯词-en连用 比如我们可以说 a pen,一只钢笔 an apple,一个苹果 表示数量为1 那么,复数名词呢,表示数量大于1 可以用数词来修饰复数名词 表示具体的名词数量 比如说 两只钢笔 two pens two apples 但有的时候呢,我们不需要用具体的数词来表示数量 只表示许多 这时候呢,我们也需要名词的符数 那单数名词如何变成符数呢? 我们先来看前两种情况 第一种,一般情况下,直接将s 比如说 比如说 mapp maps book books 坠了 p k 是轻辅音 所以当它加了s之后 我们的读音也读成轻辅音 maps books flek car flex cars 这里边的 r 属于卓辅音 r 原因 在它的后面加了s之后 我们要被卓化成 z flex cars 第二种情况 当我们遇到的单词是以 x s ch sh 结尾的时候呢 我们要在单词的后面加上es 读作 is boxes buses watches brushes 第三种情况就是以o结尾的单词 我们把它分为两种情况 有生命的 无生命的 有生命的 negro hero tomato potato 好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黑人 英雄 爱吃番茄和土豆 他们以o结尾要加es 还有一种呢 是无生命的 虽然以o结尾 但是呢 要直接加s 比如说 photos pianos kilos zoos 第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就是以辅音字母加外结尾的 记住是辅音字母加外 原因字母加外的 直接加s 以辅音字母加以辅音字母加外的要把y改i再加es 比辅音字母加以辅音字母加辅音字母加辅音字母 不如 V 再加 ES orange 直接加 S box 以 X 结尾要加 ES cap 直接加 S tomato 以 O 结尾有生命 要加 ES bus 以 S 结尾要加 ES buses boy 以原音字母加外结尾直接加 S baby 以辅音字母结尾加 Y 我们要把 Y 改成 I 再加 ES babies watch 以 CH 结尾要加 ES 那这个词应该加什么呢? 老师下次会 喜欢下老师 双击加关注 每天一起学